大家好,我是Masa 大家應該知道有一道料理叫做 Cheese Fondue吧 這一次我來直接用整個起司做火鍋 做法超級簡單 過年休假時候在家可以做做看 好了,那我們就開始做 做起司火鍋的料基本上沒有什麼規定 你想要吃什麼都可以加進去 麵包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法國麵包、吐司麵包都可以 起司料理加入綠色的話 我常會用花椰菜 營養很多特別喜歡它的口感 花椰菜的中間的部位也可以吃喔 做起司火鍋一定要加入馬鈴薯 如果要加入其他種類的澱粉菜 地瓜還是南瓜都很適合 不需要特別的調味 煮到手就好啦 還有另外我有準備簡單的蛋白質 德式山長濕鬼非常適合的選擇 因為這一道步驟非常簡單 因為這一道步驟非常的簡單 所以決定做另外一道下酒菜 就是Shrimp Cocktail 頭跟殼留下來下次熬湯用 像這一次的樣子用大的蝦子的話 需要去掉殘泥 如果用小的蝦子的話 直接穿湯就好啦 接下來要準備Cocktail Sauce 這一次我用比較簡單的配料 如果要增加其他調味料 大家可以自己來唷 如果要給小朋友吃的話 加入美乃滋也很好吃 好了那我們看一下馬鈴薯有沒有熟 不用煮到太軟喔 不然醬起司時候容易破掉 花椰菜也要汆燙 變成生綠色就可以拿出來 因為它很會吸收水分 最好不要放入冰塊水冷卻 放在鐵架放涼就好啦 最後汆燙蝦子 如果怕腥味跟檸檬片一起加熱也好 什麼樣子裝盤都可以喔 用Cocktail杯 還是這樣子裝起來也好 起司火鍋的料也準備好啦 這一次我用Cocktail杯 這一次我用Caman杯爾 我最愛吃的起司種類之一 這一次我用這種鐵板 該用小的平底鍋也可以喔 基本上火力一直保持小火就好啦 然後把起司放在中間 要等到中間的起司都有融化 蓋起來加熱可以加速 蓋起來加熱可以加速 中間有一點膨脹起來就可以翻面 好囉這樣子差不多 中間變成寒軟 可以把上面的起司切下來 可以把上面的起司切下來 用小刀子還是剪刀都可以 用小刀子還是剪刀都可以 這個表面的部位也可以吃喔 這個表面的部位也可以吃喔 接下來準備好的料放進去 用小刀子 這些料都是熟的 只是香腸需要煎到金黃色 看到這個畫面就開始流口水 這一次我有倒Dry的白酒 紅酒也好 有的部位還有一點切塊 開始吃之前均勻攪拌 好啦 那麼我們就開始散用囉 不像一般的起司火鍋 沒有加入其他的液體 就是白酒等等 只有純的起司味道 非常的濃香 用什麼料都很好吃 因為旁邊的料有在煎 可以享受酥脆的口感 接下來試試看蝦子 雖然簡單的沾醬 口味是跟餐廳吃的非常的接近 醬子先沾起司醬之後 再用這個醬也太好吃了 大家一定要試試看喔 謝謝 不用了 我先別忘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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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